第九十三届奥斯卡这日公布入围名单 由曾国祥执道 讲述校园欺凌的电影《少年的你》 成功代表香港 打入最佳国际电影五强名单 今次也是继二十七年前 张国荣主英的霸王别姬后 再有香港代表的华语片 入围奥斯卡相同奖项 曾国祥回复传媒时表示 收到消息一刻非常之兴奋 亦指部戏一直都得到 不同国家观众的支持和喜欢 非常多谢台前幕后的兄弟姐妹 非常感恩 另一焦点就是早前 还数多个颁奖礼的导演赵婷 再次凭《浪迹天地》入围 赞最佳导演 亦是奥斯卡史上首位 华人女导演各族有关奖项 《浪迹天地》亦同样有份 获提名最佳电影 最佳改编剧本 以及女主角法兰斯麦道文 再度入围赞影后 他将会硬撼两位大热人选 超西女王的嘉莉慕来根 以及刚刚《荣星金球》影后的 The United States vs Billy Holiday的 Andra Day 至于早前《荣星金球》 掌影帝的黑炮 查德汇克·保斯曼 就再次凭遗作《南调天后》挑战两位奥斯卡影帝 安东尼《学见事》以及《嘉莉奥文》 当中后者主演的电影 由大导演大卫分查执道的曼克也凭十项提名 包括最佳电影和导演等 成为今届最多入围奖项的作品 特别一提的是 今年亦被形容为最多元的奥斯卡 佳恩合共二十个演员奖项入围者中 有色人总占九个 而其中两位更是韩国演员 分别是有份各族影帝的韩裔演员Steven Yuen 以及最佳女配角奖的韩宇正 他们合演的电影《龙情家园》 亦同样有份入围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等大奖 早已凭戏中精彩演出 奪得多个奖项的韩宇正 刚刚从加拿大拍剧原笔返回韩国 在隔离期间得色喜讯 我们在拍摄 她比我年轻 她知道所有网络的事 她在看 然后突然她说 哇 你被奖项 她在哭 我没有哭 因为我到缘冻 所以每个人都期望来 但我们没有能处来 因娜和我一起叙热 但是问题是 娜娜没有喝继续 所以我需要自己喝 疫情关系 今届奥斯卡作出不少改动 先是给过往延迟两个月 即是在香港时间 今年4月26号举行 也都改为在两个场地颁奖 现场只容许提名人士 颁奖嘉宾及指定奔客出席